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5點17分 我們這部影片原來是會放在假日 但是 我就想說今天看到蠻多指數都破線 之前第一個發現破線的是生計 然後 上禮拜講生計跟紡織纖維 然後再來呢 這禮拜一是金融股 因為銀行破產倒閉 也連帶影響 可能全球的 全球的金融股應該都差不多是同一種情況 今天發現了也是蠻多又破線的 然後 股票的價格 有一些也是 紛紛呢 都已經呈現一個破線的結構 所以 在之後的行情 肯定就 我覺得不會到太好做啦 我覺得不會到太好做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強勢股 對,那相對來說 以前可能是萬物起早 那個豬在這個爛口上都會飛啊 那 現在可能就沒有那種情況 可能挑選個股上可能要更加的保險 並不是說你之前 隨便去做進場 那都可以往上拉一段 沒有那種行情的 那 我自己個人的方法應該還是都維持不變了 突破買進 回撤支撐買進這樣子 所以說我會感受上好像 好像有一點影響又一點沒有太大影響 因為本來支撐跌破我們就做出場 不會去等待說他怎麼 等等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然後又回來 我又贏了這樣子 基本上我們做的操作會比較偏右側 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 比較重要一點 那我們再來開始講吧 我們這部影片我們先 先講一下上次指數然後看看等一下時間 因為現在剛開頭講一下已經5點19分 因為待會就是又要吃晚餐 也固定時間 那 剛剛時間如何 如果時間夠的話我們就一起來講上跪的部分 因為上跪其實整體來說好像 還好 真的講還好這樣子 所以上次這邊是跌的比較慘一點 我們就來看吧 對那我已經把他前面都已經全部攤開 但是有一些英文講真的 我英文沒有到太好 所以有時候看不太懂 我們待會再一起 來去check 好那看一下這是之前上禮拜 還有上上禮拜也都 蠻久之前都講過這個 這是這個汽車指數 那基本上今天破線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做一個 助記 破線的 上次破線的汽車 汽車破線 就是說 像玉龍 那還有什麼 河大 等等等那些可能就表現不會到特別好 因為已經破線了 當然 破線會不會來一個破底範 有機會那如果說你手上有汽車的個股的話 你是去觀察看看 但是 破線呢 就破線 我不要去想說他會在範圍 這個才是一個比較健康的 除非說原來只是在等待破線 原來就是在等待做一個破底範 不然的話你手上有汽車的人 就不要去看 然後你也不要現在破線 你手上原本沒有說 這個人說有機會形成破底範 然後你就在這邊做進場 這個是不是正確的 不是正確的 好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 食品 食品的上市指數 那他真的比較難看懂 你看我們這個位置 拉過來 1 2 3 壓了大概3次 第4次 之後呢 今天好像形成了破底範 食品股 形成了破底範 他先行形成破底範 原來這根下去 然後禮拜一呢 就是一個下影線抽上來 禮拜二禮拜三 然後今天形成一個破底範 那我們這邊也把他打進去好了 破底範應該是蠻少的 我們就把他打進去 破底範 是這個食品 食品 所以說 如果說你有 食品 食品這邊其實也很冷門 很冷門 什麼大城啊 然後那個 我們今天叫什麼 我突然有一個 我之前講過好像忘記了 反正就是 統一 統一席 之類的 OK 那我們就 再看下去 這一個部分應該是 這是水泥 應該是水泥 水泥 那水泥股的部分 他沒有破線 而且是 先 之前就已經先 頂到壓力 先跌一波了 先跌一波了 對那可以看到 如果說把他比喻成一檔個股的話 就是 因為我看的個股多 所以說我知道說什麼樣子 就要做是 一個破線 那什麼樣是一個有撐 那我們所觀察就是我在 今天復盤有講 我說 你去觀察 禮拜二禮拜一和上禮拜五 他們的線怎麼走 這三根就是禮拜五禮拜一跟禮拜二 禮拜一就有下禮線收上來 所以今天好像回點 所以說 目前啊 他應該算是一個小小區間的一個橫排 對所以 這地方可不可以佈局 你把他當作支撐的話就可以 那他比較對應到的個股 是比較偏向 就是水泥類 那水泥類只有那幾檔可以 可以考慮而已 就是找一些量稍微大一點的 對那目前是維持在中性吧 那我們這邊就 要注記一下 破線汽車 這是一個很normal很正常的一個行情 就是水泥這樣子 OK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就是 金融指數 在禮拜二的時候 復盤的時候講 禮拜二復盤的時候講 那你看禮拜三昨天 基本上很多股票都是 小漲 我應該說有些是大漲 然後被往下出貨 那金融指數 持續往下跌 今天 快要砸到支撐 快要砸到支撐 那 有稍微去看幾檔金融 那有一些結構上像是 而且比較大的 那 那些可能好像真的好像打到支撐的儀位 但是 金融股就 我自己一仓 驗證起來 我覺得非常不適合做突破 反而比較適合低階 那 就是低階部分 就是到達大支撐 我們再去接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變得 有點像是 本多中勝的感覺 因為 本來金融股 我們只是買進去 然後不要動 對所以說 我們該做的事情 就是說 到達大支撐 因為大支撐、小支撐、中支撐都有 那基本上我們就看大支撐 那再去做進場 我覺得就是 非常合適 可能這個大支撐可能 這個位置也沒有幾個 好像是目前白色底部這條線 一跌破呢 我不會 再往下去幾次找支撐 就是要跌去哪邊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跌去最底部 有可能 還是跌到這邊 然後做反彈 有可能 但是 我再往下我就不會再去找 因為 也有可能 再持續往下下破 這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說 目前 金融指數是到達一個支撐 所以我把他 當作是 支撐 那 他如果一旦破線了 那就破線吧 因為 我不會覺得 因為他就是要到達 本來就是要低階 一個左側的一個 操作的方法 因為我之前也有 我講 我說我在某一個假日的時候 我錄製了一部 金融鼓 然後 講了大概七八檔 後來露露覺得說 好像 金融鼓如果說要用破斷來看的話 感覺上 我覺得沒有到那麼合適 反正是用左側的方法去 遞接 好像是 比較好的 到大支撐再說 那這個應該是橡膠吧 就幾次我自己都記得 橡膠啦 破線了 破線了 原本是掌上去的然後破線 橡膠破線 這些就要注意啦 因為 很多 基本上應該會摔 摔那種斬多拉回 那我這邊就很好奇 因為昨天巨洋是不是往上走 他好像是公佈他的一些 呃 殖利率還不錯是不是 對啊 好像也沒有漲多少 漲4% 那本身的結構就已經很差了 所以他基本上就一個很 呃怎麼講 就 如果說你昨天去做進場 可能也不會到特別好 那 把它散一散 散一散 這個部分 散掉 散掉 自己這個地方去拉出一條 向上軍事線 他基本上還是受到壓制 那看著沒什麼特別意義啊 我只是看到線獨就想要畫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其他 其他應該是比較偏那個 軍功概念股那邊的吧 我記得是 那他也是破線 破線 OK 因為我已經畫好了 所以就直接想說他是破線 那破換哪個地方 呃 我就看著低一點好了 就可能也覺得到這邊 然後尖剛破線 尖剛破線 好再來看一下這個是這個塑膠 我不是看得懂英文啦 我是看得懂這個圖 這個圖 就是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袋裡面 那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自己就那時候就覺得說他 應該說他也不算破線 他是一個區間的 橫盤 橫盤 那這邊是有三次區域線 然後 這裡也有一條吧 這裡應該是要給他一條線 支撐 如果說他將來是走一個 大區間的話 他是這樣走 這樣走 那這層假設把他畫掉的話 他算破線啦 我們把它當作小破線吧 小破線 可是剛如果把這條線貼回去的話 好像又還沒有破 好啦反正塑膠 我自己也沒有到 有在操作 就是 沒有到非常的 精準啦 我覺得他這個 指數部分沒有到非常之沒有很對應到 他的這個個股上 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這個是畫公 那畫公呢 也是跌破了 也是跌破了 反正呢 也跌破了這個禮拜一的地方 所以我把它當作是破線 那這個結構 我看一下 那他這個是 上歇形態 上歇形態 然後 破線 所以 這個 我在想這個支撐到底成不成 我在思考這件事情 還是這裡比較會成 這裡比較看不出來 反正如果說我們看一個大格局的上歇形態的話 他就是 破線 畫公破線 再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一個是 紡織纖維 那 本來就破線了 紡織纖維在那時候架子講的時候就已經破線了 所以是一樣 所以這些可能先不要碰好像比較好 對啦 講錯了 剛巨洋 好像才是紡織纖維的 橡膠不是 不好意思 塑膠 那個 橡膠剛剛講的不是 講錯講錯 如果沒看到後面的可能會覺得 你到底在講什麼 好看一下這是觀光類群 觀光類群 就是 之前長得很快 那現在感覺上也是跌得很快 所以說 如果說 你現在呢 對於觀光非常非常有興趣 我覺得你可以很耐心的去等吧 等待看有沒有絕對 再點回這個大支撐 再看了吧 所以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破線 就是 破線的盡量就先不要碰 等待它 指數有一些回落 明顯回落 我覺得再來去做考慮會比較好 好 那這個的話是 化學生機 之前其實早就已經破線了 不是 在上禮拜有破線 上禮拜有破線 然後現在快要回到 支撐 現在快要回到 這邊的支撐 這邊支撐我不確定到底 行不行 所以 我保持中力 有可能快 有可能快跌下來 也說不定 但是 目前這邊支撐 我不太確定 我真的不太確定 這個 黃色線呢 還是說它會跌到 白色線 那 當然我就看低一點 我就看到白色線 那 所以我就不給 任何評論 因為 我不確定它到底會怎麼走 好 再來看它這個鋼鐵 鋼鐵其實我真的覺得還蠻強勢 你看一下 之前有一個 3月1號是那個 中鋼往下跌 記得 然後 今天也是它會跌到 之前差不多那個位置 所以 我認為它是有守住的 我目前看是有守住 所以說 鋼鐵的 莫名的蠻強勢的 鋼鐵的莫名蠻強勢的 我看一下這是 子類 那子類基本上一直都沒有突破過 然後 它今天剛好一跌 直接跌到三分趨勢線 三分趨勢線 那 既然跌到三分趨勢線 然後看是有守的話 我們就先把它當作是有守吧 對啊 支撐彈 是 那種 大家懂嗎 它不是一個強支撐 它是一個趨勢的支撐 造子葉 那看一下這個是 我們 拍手 最強勢的 電子 電子真的是很強勢啊 你看我們大盤都已經 一根跌破了 但它還撐在這裡 所以這也是導致 今天其實有一些 電子相關的 表現其實還是不錯啦 表現還是不錯 但是還是有一些 破線的危險 但它目前還是一樣 支撐 所以說 如果說你這一波操作的是 比較偏向於 這個電子這邊的話 可能相對 不會跌那麼慘 相對來說不會跌那麼慘 好 那這個是什麼 電子下來是什麼 劍材營造 破線 破線 原來呢 漂亮的突破 漂亮的破線 目前 當然如果說一根又原地拔起來 回來的話 當然就 形成破底翻 不過目前就先看它是破線吧 就破線了 破線就先不要去看了 只是說你有考慮做進場的話 我是建議就是先等等 當然如果說你的 技術形態看起來就不錯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 好那這個是這個半導體 那半導體的話 就我之前抓是抓這個 白色的線 那它在白色的線這邊有撐住 一次兩次 三次四次 反正這邊有撐住 然後後面就有一點 就是這邊有點稍微 像喔 假設我在2月22號做評論的話 我會說是跌破 但是一根 隔天直接往上去翻 往上去走 那就不算 隔天直接往上去走 所以說剛剛很多破線 如果是平行線破線的話 隔天馬上拉回去收盤的話 個人就覺得說它是做一個破底翻 這樣子 那它目前 因為曾經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個人覺得它還是維持在一個 支撐吧 不然覺得它在支撐 所以半導體也還在支撐 相對沒有跌特別差 這也是說 大盤好像沒有跌多少 但是今天呢 非常的 跌的東西真的非常非常多 破線是非常非常多 我家貓在 講話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到 好啦生機醫療也是破線 有些潛在危險 那跟大家提一下 大家可以選擇這邊去做 那其實這兩個就夠大家做了 電子半導體相關裡面的 就蠻多可以去做 因為今天其實 一些什麼 像聯電啊 世界 聯發科這些 好像表現說 表現上也沒有特別的慘 台積電其實也沒有跌到多少 而且今天還有儲全息 這樣子 好 那再出去看下去吧 這個是玻璃 這個本來就破了啦 本來就破線了 這個本來就破線了 在很久之前就說 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就說 這邊可能拉一個 上標期 就不太看好它 最後真的下去了 那目前呢 我覺得就直接看向最低點 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置呢 你要去做多 再做多 能夠做多應該只有那個台波吧 等它跌到這邊再說吧 那 這個 玻璃 貿易百貨啦 貿易百貨還是沒有突破啦 原來 原來覺得說塔身有機會 覺得說它還是往下跌 所以 有這種前高的 真的都要小心 反正呢 就往下摔 那看一下 下降區 虛線 是 個人覺得啦 等待到白色的線吧 等到白色的線 大概283 這附近 這白色的線這個地方 這個指數部分再來做考慮 因為 三區線跌破嘛 所以說目前應該是比較 有望是這樣子做區間的一個 看法 對 好 那看一下這是其他電子 那其他電子呢 我個人覺得它還是有手 也是電 有關電 其他電子 那裡面的成分比是什麼 我不太記得 反正目前白色的線 只要鎖住就是有手 雖然說它曾經突破下降區 但是 突破之後又跌回來 但是只要鎖住這裡 白色的線我都覺得它是合一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電腦級周邊設備 電腦級周邊設備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很正常的回答 講真的之前也有不大的提 像什麼 人寶 宏跡 偽創 然後那些其實 就 我覺得很簡單的 因為那時候有做經常 我覺得是真的像推銀來說 這一波上也很穩定 那大盤跌其實不太跌 那就算它跌呢 你也覺得也還好 因為 它就是一個 很牛的股 那如果能用 像是期貨 開個小杠桿 我就融資 期貨就比較簡單 那成分比較低 目前應該只是稍微一個回答 那我們期待 有關 AI 有關這個 反正裡面的什麼 顯卡 等等 裡面跟電腦有相關的 我覺得 可能 都有些機會 不知道這一波 很奇怪的主機制都在拉這個東西 對我們其他的突破吧 目前 不把他當支撐 也不把他當 那個 什麼什麼結構 就 我覺得他還是處在一個趨勢裡面 好 那 這個是什麼 Tran Transpiration 航運啊 航運啊 對對對 航運呢 這個 長榮不是在 第二部部盤有講 剛好砸到支撐 然後 望海就跌得很慘 所以說 這基本上是望海跟 楊敏應該是把他拖下來吧 我也忘記 楊敏的走勢是如何的 不太記得 楊敏也是砸回去支撐 然後長榮楊敏都砸到支撐 那望海好像是跌破了吧 就比較受影響其實就是這三檔啊 之前的 曾經的火龜山雄啊 那 望海的部分 我覺得啦 就是 如果說你真的興趣 一定是抓低一點 也是抓最低的地方 那 當然 我也沒辦法保證說他到底會不會做反彈 對啊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 如果說他們 你看像今天楊敏跟長榮 都到達一個支撐 然後沒有跌破的一個情況 那會不會是一個機會 也是有可能 但如果說看指數 再加指數進去的話 他應該是有機會再調整到這裡啦 有可能 有可能 那當然有可能在這邊 打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這邊畫個什麼 上升趨勢先又過去了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這比較可怕一點 所以 航運 就 看下去吧 有可能再往下抵 好 那這是 光電 光電其實也是有支撐的 所以說 如果說你 守戰一下光電的話 我覺得說今天表現不到差 當然 確實是又 比前幾天又再往下砸下來一點點 但是沒有那種很破線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個人還是把它 歸類在這一個 支撐 所以說 我們現在能夠做的 一個就是食品 然後 水泥金融 鋼鐵 子類電子半導體 其他電子跟光電 然後 裡面裡面最最最強勢的就是 鋼鐵 然後電子半導體 還有其他電子和光電 因為他們是 突破上面那一層 然後都沒有去跌破了 像是 水泥是因為是沒有突破了 但是它是一個比較深的回檔 然後它比大盤要先行回檔了 對那 金融的部分是已經早就跌到 剛好可能跌到快支撐 所以都把它當作支撐 那 整體這些來說啦 就你們剛剛自己看線 有一些離下一層支撐很遠的 我就先看看 再觀察看看這樣子 那 40分 稍微還有點時間 我們 再講10分鐘好了 我們這邊就快速的 來看一下上櫃 因為我自己也想看 我們自己也想看 我們來看一下上櫃的部分 那上櫃的部分其實就 你看喔 那時候禮拜一嘛 我說還OK 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沒有什麼 所以上櫃其實這邊 還是能夠去做 我覺得應該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再來看一下其他的 其他電子 其他電子這個部分就是 一樣啦 就是 漲多拉回啦 漲多拉回 那 也還沒得到 但是 有可能跌到支撐 有可能跌到支撐你再去做單 我覺得會 相對應付比較好一點 那再來 我們再看 光電的部分 那光電基本上其實跟這個 元泰基本上完美的 match到 那他 就是卡在這裡 但我不確定他到底算 跌破還是不跌破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元泰 元泰其實是在這個level啦 就是在這個支撐的level 所以 如果說 應該說現在兩個都是 分分到達支撐 那能不能夠守住 能不能夠上漲 這個我不知道 你有興趣事宜觀賞剛剛看到 然後看一下這個生機藥 生機藥 還有機會再往下砸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那可能這邊會稍微再向下去調整 就是剛剛看到了 其他電子跟 生機藥 都一個可能再下去調整的一個幅度 我們要鋼鐵 那我們上次鋼鐵是還蠻強的 看一下這個 今天的這個 這個 櫃馬這邊鋼鐵是哪一個重摔 那重摔基本上 回到 這個白色線 這個173這邊可能有一些支撐 有一些支撐 對 所以說 可能也都還是維持在 維持在一個多頭的行情 只是 重疊這樣子 有一個重摔 對因為我 發現我好像找不到上市的 網通 那我只找到這個上櫃 所以 今天網通像我們 第二部影片嘛 我們講那個核勤控 網通也是往下甩 我不曉得大家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大家看一下網通 從其他電子跟剛剛看到的生機藥都有機會再往下點 都有機會往下點 就是 如果說以大支撐在底部這邊的話 對 然後我們這邊畫一條線看看好了 這裡看看 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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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裡是有點小小的假突破 所以 現在你要 眼睛可以盯著櫃滿這邊 或許是現在的機會 這邊是一個 回側啦 這邊是回側然後往上走 所以是目前快大的支撐 所以 這樣講起來的話就是 生機藥然後 其他電子 鋼鐵差一點點 然後通訊網路這邊差一點點 那航運就不用看喔 航運因為沒有幾大 然後看一下化工 化工化學就很慘 所以 這邊你可以選擇性的 Pass掉 略過 禮拜一就已經跌下來 所以說 他這邊要回來做一個貨體翻 翻回來 那你這邊可以再看 沒有翻回來之前 就不要做他的彈 因為 剛剛講起來有超多可以去做官場 沒有必要守住這一個 沒有什麼 特別的 就是去看 你看光光 雜得很兇 雜得真的很兇 對 最近也看到新聞根本沒有在講 那個光光類群的股票 除了之前那個 前幾天嘛 上禮拜的時候紅海 不是紅海 網品吧 網品還有在上漲 那 就有一些機會 好像公佈營收好之類的吧 我們不太記得 好來看一下 這個是這個電子零組件 然後電子零組件的部分 也是 目前是看起來是一個 在 下修 調整的階段 看一下 我們這邊拉一條線過去 這條線呢 是這裡有一個W 那 我們先看嘛 看他會不會有手 因為 剛好今天的 有去砸到 但是前面這邊看起來是沒有 所以先觀察吧 先觀察 那如果說看起來有手 翻攤的話 那你要下電子零組件裡面的個股再去下 不然的話可能就有機會再砸到 這個底部 89 這個地方 看他其他 OK那其他也是 這張圖很簡單吧 這邊是大支撐 那 可能還有一點點位置是 我們剛剛講的像其他電子 然後其他生機了 都有機會再往下跌一波 所以很明顯的 講一講 看起來上跪這邊的機會 其實是蠻多的 因為都還沒破線 但是上市那邊就比較偏 可能就 電子半導體那個區塊 然後看一下這個電機機械 電機機械其實今天也是重砸 然後砸到了支撐 重疊 打到支撐 所以 你不要小看 這樣一條線好像看起來好像剛好到 因為他剛好到 剛好到支撐的話 其實 就 在後續行情就對我們 看這個 壓力支撐的人就覺得還蠻有用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電腦 其實這樣看起來好像 真的做 做上跪這邊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電腦及周邊設備 在他這邊好像形成一個 假突破了吧 看一下 這到底準不準 我說我自己畫的線到底怎麼準 我覺得應該是OK的 所以這邊形成假 假的 假突破 那 整體行情 我覺得 這裡不要去看好了 所以 這一個空間呢 我們就先看他有沒有去做貨底翻吧 先不要 做這邊電腦及周邊設備 算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底下沒有成交量 沒辦法用成交量去判斷 用裸K去看 那裸K目前看起來 或許這個地方有一個小支撐了 但是做在這邊有點 便扭 除非 其實也是可以 因為 你可能停損直接設到這邊就好 直接這邊坐進場 停損設這裡 如果假設他是股票的話 就設的很窄很低 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 拉出去 可能有獲利 拉出去可能這邊有獲利 所以 目前看起來是有點偏弱勢 電腦及周邊設備的部分 好啦 大致上全部都 快速的講完一輪 然後 確實在 我們的 貴買這邊 我們看一下貴買指數 貴買這邊其實發現的機會 好像還是蠻多的 所以 感受上真的要做股票的話 我覺得 上市這邊感覺會 很慘 不好做 那上規這邊可能是一些機會 所以我覺得連光可能 或許可以放在一些 這個中小型個股 可能會表現得比較好一點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 這部影片上傳 不知道幾點 因為我前面都還沒輸出 還沒有去弄 也沒來上傳 好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